来到第二课 我们首先重温一下上一课学了哪几个音 第一个音是B音 一只手指 我们用食指按的 第二个是A音 两只手指 我们用食指和中指一切按的 第三个音是G音 三只手指 我们用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按的 第四个音是C音 用两只手指 分别是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按的 首先我们会练习这四个音的长音 每个音吹10秒 接下来到A音 接下来到A音 吹的时候 留意音是否平稳和嘴型有没有包好 第三个音是G音 第四个音是C音 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会不会 嘴唇放得太入或者太出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学习一下这一堂新学的知识 我们首先做一下手指练习 第一个是C B C B C 而是练习动手指的期间 我们尽量是用最直接的方法 动手指的方法去下一个音 首先是C音两只手指 只要放一只手指就去到B音 千万不要放下来再按 好了 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OK之后呢 我们就练习B A B A B 都是一样 我们只需要动一只手指 另外那只手指按实就可以了 到下一个 按实A N 然后动 无名指 A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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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手指练习可以重复 在家里每日练习5至10次 以及我们能确保吹的时候 是一口气口,是顺畅的 下去了 下去我们就要学习套音 就是用舌头轻轻点一下黄片 令到每一个音会分开 我们试试由诗音开始 除此之外我们开始要留意一下拍子 这个是一拍的符号 而这个是四拍的符号 所以这个是吹一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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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二三四 再来长音四拍 试试一次 然后下一个音 B 音 第三个音 A 音 第四个音 G 音 然后第五个音就是金棠新学的音 叫做 B 弦 上面是两只手指好像 A 音 下面再加一只手指好像 C 音 加起来 除了刚才的试试之外 我们还会有另一个试试 叫做两拍 这是两拍的符号 好 同一拍不同 中间是没有黑色的 是白色的中间 然后这个是两拍的休息 好像一顶帽 然后再到两拍 两拍休息 两拍 两拍休息 那我们用不同的音来尝试吹这个节奏 第一个是 B 音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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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就到 A 音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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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到G音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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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到C音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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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到B弦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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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我们还会在课上作曲 作曲可以用我们之前学过的五个音 包括B A G C B弦 随意地写下它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通过自己的创意去练习不同的手指位 例如我这里写了几个音 每个人作曲可能会不一样的 那就可以根据自己作的那首歌来练习了 那这里就是这么多了 好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